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讽刺人性的法国黑暗短片《木群》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故事一开头,女主睁着眼睛,一脸木讷的躺着 她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 她只知道自己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永无出头之日 一名类似医生的女人在用针管往女主下面注射着什么 好让女主怀孕 不过这女人肮脏的工作服务和这污浊的工作环境 很难将其和医生联系到一起 一切都弄好后,女人扯着嗓子 叫来了个满身油污的男人 春着打扮看起来像个饲养员 满尾边饲养员拿着杆子套住女主就往外面拽 相当野蛮 驾着女主来到了屋外 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根塑料管插在一个个女人身上 来吸取女人们身上的奶水 女主惊呆了 她惊讶的是这些女人全都被关在了笼子里 眼神空洞,一脸麻木的看着外面 没来的一多想,女主就被推进了笼子里 将铁笼牢牢关死的饲养员将女主的手铐打开 与此同时,另一个黑毛饲养员 拖着一名满身伤痕的女人回到屋里 宁笑着说这个废物还是出不来奶水 要是她一直这样,干脆就放弃她算了 最后还补一句反正开一枪容易的很 满尾边饲养员娴熟的来了个撒鸡近猴 威胁大家说听不听到她们的对话 要是谁再不好好配合 一心只想着抵触的话 就会像这个女的一样,死期将至 伴随着两人的变态笑声 笼子里的女人们无动于衷 她们和死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半夜,隔壁女人的呻吟声传来 应该是要生了 医生和饲养员来得挺快 围着隔壁女人就娴熟的接生起来 一开始女医生还挺和善 一边安慰一边鼓励着产妇 可等婴儿降生后,发现生的是男孩 医生就立刻又变得无比冷漠 当着产妇的面,随手就把男婴扔进了垃圾桶 她们只要女孩 因为女孩长大可以产奶 男孩不能产奶,直接扔掉 产妇绝望地哭喊着我的孩子 而女主冷眼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天渐渐微亮 女主握紧产妇的手 给予她一丝人性的温暖 突然产妇拽紧女主的手 出于对生命的渴望大胆地提出 我们逃跑吧 可女主却恐惧地将双手缩了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饲养员又来了 产妇想让饲养员杀了自己 然而饲养员说还不到时候 接着就用电棍不断地折磨着产妇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女主害怕了 她怕死在这个人间地狱里 半夜女主开始身严起来 假装到了产期 满尾边饲养员毫无防备地打开笼子 查看女主 被求生欲爆棚的女主一套星月流水 夺下短刀成功反杀 笼子里的其他妇女兴奋得不得了 嗷嗷直叫 结果将其他的饲养员陆续引了过来 不过女主不慌 陆续将其他人一一解决 还将门钥匙扔给了患难好友产妇 接着女主战战兢兢地走出牢房 她看到了一些不产奶的姐妹们 被无情杀害 还看到了无数的妇女们 被固定在了座位上 被全自动机器收集奶水 女主最后来到了未成年的少女房间 一个个少女躺在肮脏的被褥上 瑟瑟发抖 她们还不到取奶的年纪 突然一名饲养员发现了女主 将她勒晕绑走 可等女主再次醒来时 那名饲养员躺在地上 已经奄奄一息 原来同样逃脱牢笼的产妇拯救了女主 两人最后合力将女医生关进了笼子里 让她也常常被当作畜生的滋味 随着两人逃出这人间地狱后 一阵白光闪过 一名女模特正在为一款面霜代言 这款面霜是由人奶为主要成分研制而出的 美肤效果岂好 可没想到这么华丽的广告背后 却在做着如此肮脏 人血馒头的勾当 更讽刺的是这款面霜的名字 叫做生命之辱